我终于回来了 两年前在我的事业顶峰时候 我获得了我的国外入学通知书 去进行我的第二个措施 当时所有人都不赞成 我觉得很彷徨的时候 我就来到这里 还记得当时求的签是这样说的 天下有四个季节 只要你能熬得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接下来就是新的春天的开始 就是这个签 我决定不顾大家的反对 一个人去闯我的梦想 就这样在国外边读边工作熬了两年 第二个硕士终于毕业了 现在也获得我第二个博士的录取 其实人生就好像一个旅程 所谓流暗花明又一春 就好像很多人在春节的时候 一家大小都会来到天后宫 一直的代代相传 在春节里把不好的东西给忘掉 不仅是新的一年 新的希望 最重要的是再集合了佛家 鲁家 道家和马祖的中华民族文化大融炉里 这里呢我们找到一份和谐 安详和平的感觉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 宗教还有文化的背景 都能找到这一种亲和力 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大马 有时候 就是这些很小的心意还有回忆 让我们把这里的文化给世代相传 不管是什么年龄 或遇到喜怒哀乐 去到多远都好 这里永远拥有我们一起创造的回忆 还有故事 这就是充满文化气息的天后宫